你说什么? 我说去死吧,靠下来 你自己的业务 你把手拿起来,我说不得了 本次事件发生在美国俄亥俄州的阿克伦市 2023年5月25日下午 一名叫莱米的男子正拿着相机 在当地的某家商店门口录影 这引起了店内一名男性员工的不满 他试图抢莱米的相机并阻止拍摄 不久后,另一名女孩也气势汹汹地走了出来 也许是受到了语言上的刺激 女孩又折返回来 试图破坏莱米的相机 同时拔出手枪并拨打了报警电话 他还一边和机械员通话 一边对莱米发出人生威胁 女孩在拔前 威胁莱米后 骂骂咧咧地返回了商店里 还锁上了商店的大门 然而他不知道的是 莱米的腰间也有一把手枪 虽然他并没有拔出来 但根据美国的坚守阵地法 他有权利在感受到致命威胁时 主动开枪来保护自己 警员在到达后并没有靠近莱米 而是先问他有没有武器 因为在俄亥俄州 任何21岁及以上的成年人 都可以公开或隐蔽的合法携带手枪 无需任何的许可证件 也不用主动告知执法人员 我只是侍制忍被他人 她抹出了我 她抹出了我 然后她抹出了我 我然后说 我但她抹出了我 她抹出了我 她抹出了我 然后一位一位 一位一人提供 这里的一位 我拿到我的 屁股里 现在这位不一定的 它被返回到 我把你抹出了 他的手 当他在拿出出 在什么时候 你拿出了 你拿出了 我说 我现在能让你 由于人行报属于公共场所 根据美国第一修正案 在这里拍摄并不构成违法 警员在查看了莱米的相机后 问了他一个引导式的问题 因为根据该州的法律 如果莱米认为自己受到了威胁 那么警员就能够以威胁罪 将女孩逮捕 警员最终进入商店 并将女孩逮捕 她是25岁的玛莲娜 由于没有正当的理由拔枪 还威胁要开枪打死对方 她被指控严重的威胁 这将会构成一级轻罪 最高可被判处六个月的监禁 目前玛莲娜已经被解雇 莱米也联系了律师 准备对这家议员商店提起诉讼 对于本次事件 您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感谢观看